百岁人瑞早餐大揭秘! 降血压、控血糖、防骨松这样吃 随着医学发达、知识传播的加速,人类的寿命不断拉长,而除了生病后的医疗照护以外,日常生活的保健也是长寿的一大关键 这也让人不禁好奇,百岁人瑞门的日常是否有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日本节目介绍了多位高龄者的饮食,控血压、血糖、强健骨质与肌肉,就跟助他们这样吃 帮助控制血糖早餐、胚芽米、海苔 一位101岁的女士,不但没有失智症的问题,能自行外出购物,每天还能弹奏30分钟的钢琴,接受健康检查时所有项目都没有发现异常 而她的早餐是7分百米配海苔,7分百米是指取出70%胚芽,米糠的胚芽米,较百米健康,口感又较糙米要好,非常接近百米,能同时兼顾健康与口感 日本京都光华女子大学健康科学部教授广田孝子指出,7分百米和海苔都有丰富的膳食纤维,因此抑制肠道吸收糖分,防止饭后血糖急速上升的效果良好 光田孝子强调,比起面包,更推荐高血糖的人吃米饭,因为米饭的消化吸收速度比面包还慢,较不容易是血糖飙升 帮助防止肌肉衰弱,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还有一位89岁的女士,仍然每天上健身房锻炼身体,她的菜单则是丰富的牛肉、鸡肉、猪肉等肉类以及香蕉 光田孝子表示,肉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,能帮助人体更有效率制造肌肉 同时更推药和香蕉一起吃,香蕉丰富的维生素B6会帮助蛋白质在胃中分解,让蛋白质更容易被肠道吸收,转化为肌肉 日本晋级大学生物理工学系副教授古本道哉也表示,丰富的蛋白质能帮助肌肉生成 特别推荐在运动后30分钟内吃,增加肌肉的效果更好,是高龄者维持肌力所必须的营养 帮助预防改善骨质疏松,牛奶纳豆饭 一位拥有健康骨质密度90岁女性,每天的早餐是牛奶纳豆饭 光田孝子认为,除了牛奶中的钙质是骨质健康基础,纳豆富含的维生素K也能帮助拥有良好的骨质 纳豆更曾在日本知名健康类型节目《明医》的泰古盘、赞义、明医挂保证之中 由300位名医票选为最健康的食物第一名,除了能帮助预防骨质疏松外 还可能对糖尿病、失质、多种心脑血管疾病乃至癌症有预防效果 若是无法接受纳豆的独特风味,豆浆也是富含维生素K的好食材 日本南云诊所院长南云吉则指出 豆浆除了维生素K以外,还含有蛋白质、钙、鎂、大豆义黄酮等多种营养,对维持骨骼健康相当有益 帮助控血压早餐,富含假的食物 对男性101岁,女性95岁的夫妇,每天都还能下田耕做5小时,他们的早餐则相当丰富 米饭、纳豆、梅钱、白菜自物、白萝卜自物、小黄瓜自物、菠菜、海带牙、鲑鱼、加入很多配料的胃层等 光田孝子指出,这些食物大多含有丰富的钾,能帮助控制血压 但水煮料理可能会让钾融在汤之中,建议用蒸的,或是煮成为葱汤食用 而台湾目前虽无定力钾建议摄取量,但日本管理营养士KKO建议 男性每天3000毫克以上,女性2600毫克以上为宜 他也列出了几种富含假的食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